所以有的时候 睡觉明天再说 也不是为一个解决的方式 因为人的情绪 跟天气很有关系 就你在晚上 你很容易情绪低落 对 所以我们经常跟很多年轻人讲 要在阳光下做决策 就你的人生要往后好的走 这个很重要 石中老师你也体会过 就是夫妻没有隔夜愁这点事 我懂这句话 可是我觉得我们刚看的 不是这个状况 就是刚才看的情况 其实不叫做第二天和好 叫做算了 算了听起来很消极 可是其实有时候能够接纳 还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对 我特别赞成 这是不是一种成年人的妥协 是 你可以跟他共存的 伴侣是我们共存最久的 也最浪漫的疾病